任志强保不了就医 任志强保不了就医 任志强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任志强解决任何问题 这个是确实是没办法的 好吧 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你提到的问题 咱们最后讲一下念完了就完了 任志强的父亲是原来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 是陈云的老下级 王岐山是任志强初衷的辅导员 听好了啊 王岐山当副总理的时候 经常半夜给任志强打电话 寻求他对政府政策的建议 陈云啊 原来开发银行的行长 是任志强华远公司的董事长跟创始人 当时在西城区做书记 马凯发格为主任 是华远的副董事长 刘鹤 读研究生的时候 给华远做过课题 副总理 刘鹤 然后跟任志强这做了课题 拿到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资 1984年 刘鹤成了外员户 余正生给任志强写的第一本书 做的序 是他写的 懂了吧 能够知道现在任志强的关系网有多大了吧 这么一个人我问问大家 谁敢放他 谁敢放他 任志强出来不怕任志强有什么反心 但是如果有别人想拿任志强 黄袍加身 跟李克强一样 就是大问题 所以李克强肯定得 那个 任志强肯定也得 那个 听明白了吗 知道他的关系了吧 我都我要老提老三界老三界 你们不明白 讲这个时候明白了吧 他的关系的圈子有多大 现在明白了吧 我以前跟任志强见过 但是我三姑跟他关系特别好 不是我 因为我三姑也是老三界的 我三姑跟任志强 就是关系私交特别好的那个地步 不是一般的好 所以不是我的 我跟任志强的关系一般 我跟任志强的一般 因为有些 因为有些资料 我都是大七八糟存的 这没为了咱们那个 课上讲 所以就找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我跟大家说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就是我三姑跟任志强的关系 特别好 所以呢 这个 我跟我三姑一起 跟任志强见过自己 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我叔叔辈的 所以呢 像我这样的小屁孩 人家不会对我有太深刻的一个印象 好吧 那么今天要不然就这样 我实际上在找一个 我三姑跟任志强 当时共同做出版的一个东西 我三姑叫翟和平 没事下次吧 下次找着跟大家看吧 下次找着跟大家看 所以呢就是我 因为我三姑跟任志强的关系特别好 我又跟着我三姑去见过几次任志强 但是 他不会 我在他眼里是个小孩吗 老三界跟我们 你想想老三界七十了 七十多了 所以他们的年龄跟我这个岁数 我还不到六十 十几岁差距 在他们眼里就是小屁孩 好吧 下次吧 下次跟大家说 这次晚会温家宝出来 没有预示什么 这个过分解读了 温家宝这个事过分解读了 好吧 都说领导按资质 按资质是 但是温家宝是有实权的 知道吗 不一样的 你们听过一个词叫橡皮图章 很多人 比如说刚去世的吴邦国 有人知道吴邦国吗 吴邦国在中国 他就是典型的橡皮图章 就很多人好像行政级别比较高 但他一辈子干的事是橡皮图章 所以他在很多领导很多做事 他排序可能就会排在后面 而温家宝是有实权的 懂吧 一把手不一样的 国务院的一把手 不是温家宝现在有什么实权 是当年 就说当年各级别的人 我问问你们大家的脑子里 从有级别的人能出席那次晚宴的 有实权的人 你们想想那些老干部 曾经最有实权的人 是不是第一就是温家宝 剩下有实权的人 身体条件都不好 都没出席 对吧 想一下 掌握实权的 那国务院一把手啊 所以有什么可过分 他他他只要出席了 他坐挨着坐 正常啊 很正常 普京真的是病危了吗 不知道普京是中毒了 据我知道的消息 是中毒了 啊 所以出现的一些 就是现在判断的症状啊 包括身体的颈卵啊 出血啊 等等 出血 都是中毒 但是这个中毒的症状是否解除 恢复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能说 我知道的途径是 中毒了 那就证明了什么 就是在他的内部之间 他不像中共啊 啊 就这么严苛 过多少次 习近平东西 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在他的内部 肯定是矛盾 激化到了相当的程度 才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啊 怎么看黎巴嫩中国撤侨 哎 你们应该知道中国撤侨的秘密 应该知道吧 有人说中国人 跟这个日本的撤侨 韩国的撤侨 我们都知道 应该都知道他们撤侨的秘密 对吧 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 亚洲国家为例 撤侨是不要钱的 验证你是这个国家的侨民 就飞机拉回来了 有没有人知道 中国的撤侨是要钱的 最近爆出来 中国海关飞机的时候 100块钱 公安要了100块钱小费 我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个案 这是普遍现象 中国撤侨的时候 该照相照相说东西 但是真要上这个飞机 你是得交现钱的 而且是没有踪迹的现金支付 没有任何收据和证据给你 不交钱 就别想坐飞机楼 你就在当地死去吧 中国的撤侨 跟我们大家理解的国家行为撤侨不一样 它是一个经济行为 经济行为 好吧 所以撤侨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的话 有些资料到时候 我可以有时间 在我评论区贴一天 大家就都知道了 大家就都知道了 好吧 我知道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根本走不到今天 我全是靠大家的支持 这么多人看 这么多人喜欢 我才有研究 才有讲的欲望的 你们已经给我的生命 带来很多光辉了 我跟你们讲过 没开这个频道 没讲之前 我生活 我未来都是迷茫的 我都不知道干什么 你们给了我 就是这个年纪 生命中另外一种价值 已经对于我无限的帮助和贡献了 咱们感谢大家的 所以不用那个啥啊 咱们大家都特别好 相互之间都特别好 谢谢大家了 花这么多时间听我瞎嗶嗶 感谢大家 国内的朋友赶快睡觉 早睡早起 身体好 海外的朋友 心想事成 再次感谢大家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